有一個可憐的留學生 剛來美國也沒多久 好不容易買到車子了 結果他一上高速公路就遇到車禍 對方從後面追撞他 而且他講是對方刹車沒踩 但對方是跟警察講說 這個留學生突然緊急刹車 所以他才後面追撞過來 那他們報了警了 可是警察到現在沒有給他警察report 也沒有消息 他問說該怎麼處理呢 被撞的人是不是一定要找律師啊 他是新移民不知道該怎麼辦 如果對方都指責他說 是因為他突然減速 他才從後面撞他的 他有沒有什麼辯護的這個權益呢 明明這誰撞誰 這個誰對誰錯 是不是對方安全距離沒有保持好呢 所以他前面一有狀況 他就直接撞上來呢 該如何是好 我們跨小天使 今天為大家找到一個新朋友 這是我們王志明律師事務所的 王志明王律師 王律師你好 小敏你好 大家好 怎麼辦 被人家追撞了 怎麼樣保護自己 是一定要找律師嗎 這樣的事故還是挺常見的 這樣的當然根據我們一般的交通規則的話 追尾事故啊 當然都是絕大部分情況下 是後車的過錯 那有時候我們會看到 現實中後面那個車的司機 是這個後面車的司機啊 就會跟他到保險公司說 是你前面突然刹車啊 或者是說呢 甚至是前面那個車往後倒車 然後把他撞了 那實際上呢 這樣的辯解往往是非常蒼白 也是無力的 那麼呃 絕大部分情況下 保險公司在看到是一起追尾的事故 那麼我們前車 即使是因為前面有交通狀況 緊急刹車了 那也是後車的過錯 因為後車沒有集中注意力 沒有保持安全的距離 沒有這個及時的刹車 所以呢 這種情況下 即使說沒有警察報告的話 那麼我們還是可以向後車的保險公司來進行索賠的 呃 那麼如果說只有車輛的損失的話呢 這個時候很多時候就不需要律師的介入 那我相信也呃 很少有律師會接這樣只有車審的案子 那如果說有受傷的話 即使是輕微的這個腰疼脖子疼啊 這個時候你還是要儘快的去請律師介入進來來替你進行啊 做賠來維護你的權益的啊這個還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欸所以像這個留學生他一旦被撞了 他下車第一個動作是跟對方要趕快交換保險資訊嗎 還是說手機拿出來我趕快來拍照了 啊其實這兩方面都是需要做的 在發生事故之後呢 當然啊在美國比較輕微的這個交通事故啊 你是要馬上停到那個路邊的 你不能夠保留原地這個阻礙交通啊 然後呢就是你要跟對方交換雙方的保險信息啊 當然你也可以報警 但是呢很多時候如果你沒有受傷的話 或者是比較輕微的話警察就不會來 那麼就會就會告訴你交換信息就可以了 那麼交換完信息之後呢 你還是要對對方的車輛拍大概三到五張照片的啊 這樣這樣的話呢就是確保對方將來不會說反悔 不會說像他的保險公司來撒謊 這也有利於將來的這個索陪 那如果有目擊證人的話 就一定要留下目擊證人的姓名和電話號碼 因為很多時候目擊證人很著急 他就著急走 那他一走的話你就再也找不到他的這個聯繫方式 再次謝謝我們的王志明律師來幫我們做解答 希望以後還能夠好好的再跟你請教更多的法律資訊 謝謝